穿白色上衣的女子 走進商辦大樓 看到櫃台上有瓶酒精可以消毒 她拿起來噴個兩下 把手搓一搓 沒想到轉身離開時 竟然很順手的 把整罐酒精一起帶走 女子得手後 偷來的酒精大喇喇的 拿在手上 若無其事的走進電梯 還以為行切過程沒人發現 其實全都被監視器拍了下來 住戶直呼正直防疫期間 偷酒精實在沒良心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這棟位在中山區的商辦大樓 為了讓大家方便及時抗拒 在櫃台放酒精 沒想到卻成了竊賊的下手目標 放在櫃台上的酒精 被訪客整罐拿走 管理員雖然補上了新的一罐 但也在瓶身上面綁上了繩子 就是擔心又被偷走 抗疫期間酒精難買 不肖人士乾脆用偷的 被偷過的 用繩子將瓶裝酒精捆起來固定 也有業者直接把瓶身綁在牆上 讓人拿不走 還是提醒民眾 別自私別動歪腦筋 共體時間才能健康度過 防疫期間 記者潘家裔陳玉璇 台北報導